今天公布新增了5.2万例 比起上周同期减少 据中心发言人庄然想表示 这是个好征兆 不过之后还要继续观察 而明天入境解疫零加期正式上路 据中心也宣布了 全球旅游疫情建议等级 从第三级调降为第二级 不再建议避免出国 而是只要加强防护 本土新增症认数 创下这波疫情的次高纪录 12号公布新增5.2万例 比上周三少了4.6% 连三天下降 请问中心认为这是好征兆 但还要继续观察 而在死亡个案中 有一名一岁男童出现症状 诊所诊断为感冒 结果隔天昏迷病逝 也验出确诊 病程相当快速 而13号边境解封 感染风险恐怕提高 是否会让本土确诊数 再冲上新高点呢 台湾本土的个案 已经可能会慢慢下降了 每天进来有感染的人 大概也不是那么多 开放的效果一定慢慢才会出来 除了入境检疫放宽 指挥中心也宣布 全球旅游疫情建议等级 从第三级调降为第二级 不再建议避免出国 而是只要加强防护 但国门大开 也让部分产业人员 染疫风险增加 有医师提出几个自保妙招 黄高宾建议 向柜台服务人员 可把位置垫高 并让通风气流往外吹 让自己处在上风处 可减少传播风险 至于企业外宾来访 尽量避免脱口罩 共餐喝咖啡 黄立民医师则表示 如果有员工出国返台 就算快山陰性 最好先待在家两天 不要立即进办公室 现在是慢慢的 把风险转嫁于个人身上 个人还是要做好 自己的功课 才能够免除说 免疫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很麻烦 至于零家期上路后 入境者在自主防疫期间 依然不能到医院陪病探病 除非有例外情形 接种报道 很多民众等了好久 就在等明天 终于边境管制要松绑了 配合指挥中心 松绑边境防疫的措施 桃园机场从13号开始 就要实施入境零家期的规定 将恢复常态入境通关 无症状入境旅客 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规定 朝恢复疫情前的稳定状态 来迈进 而对此 免税商店为了要庆祝国庆开放 甚至准备了3000万的购物金 要来欢迎入境旅客 游客大包小包进出机场 大厅涌线排队人龙 配合松绑边境防疫措施 桃园机场13号开始 要实施入境零家期规定 将恢复常态入境通关 朝疫情前状态稳健迈进 解封是大家期待已久 桃园机场以及相关的有关单位 都共同的做好所有的准备 机场有信心已经做好准备 13号开始桃园机场将配合 疫情指挥中心调整相关措施 包括取消健康凭证审查 以及分流动线及指标 取消入境旅客用餐及购物限制 开放领域间还有户外等公共设施 无症状旅客也可以搭乘 大众运输工具 恢复计程车跳表计费 而机场部分店家营业时间 也将延长 免税商店更为了庆祝国庆开放 准备3000万购物金 要来欢迎入境观光客 边境管至今一千天 终于等到边境开放的这一天 准备重建曙光迎接 后疫情时代带来以现生机 记者林住强团报道 台南仁德区有一名无姓里长 惊传促事 根据了解 这名里长在11号下午 曾经接种次世代疫苗 12号凌晨疑似是心肌梗塞 奏事之后 快筛结果是阳性 而乡亲也怀疑 里长可能是无症状感染 恐怕不晓得自己确诊又打疫苗 才会发生汗事 对此卫生单位将通报中央 调查林情 体型壮瘦的男子 缓缓走进议员服务处 他是台南仁德区二航里 无姓里长 在地好风平的他却惊传促事 当地里民震惊不已 这名无姓里长 曾担任台南县仁德乡村长 县市合并后 尽管第一届没选上 但第二第三届连任 任内做出好口碑 此次也同额竞选连任 没想到竟然走势 据了解 无姓里长11号下午 曾接种次世代疫苗 12号凌晨咒事后 其抗原快筛结果为阳性 也引发不少乡亲怀疑 里长可能是无症状感染者 因为不知道自己确诊又打疫苗 这才疑似引起心肌梗塞 对此卫生单位解释说明 只是距离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进 台南选文会表示 后续将依选罢法相关规定 最终人将如期完成投票 期盼新任里长继续服务相亲 借由黄不齐一谈报道 新竹市有间店家 在清晨六点钟发生了气爆 店面复制一具 造成一名店员轻微烧烫伤 送往医院治疗 没有大碍 人工表示其实在爆炸前 就有闻到瓦斯味 不过当时没有多加留意 没有想到会发生气爆以外 店里突然出现橘红色火光 下一秒轰然一声 整个店门被炸开 新竹市东大陆一间饭包店 12号清晨六点 一早员工准备食材食 闻到瓦斯味 但没有特别注意 随后发生气爆 整个店面复制一具 听到声音 然后过来就很多音 然后就赶快报警 是这样的 他们那个小姐一直叫 很大声一直叫 他以为发生什么事 后来就可能他在里面 就跑出来就是大家 他以为是车祸 他就赶快跑来前面看 前面看就看到他那个门都倒了 警销人员派遣大批人力前往抢救 到场后迅速拉起水线 幻灌酒 只花了大概五分钟 就将伙食扑灭 初步 我们询问的结果是呃 呃员工他在油炸的东西的时候 没有发现有瓦斯外泻的情形 以至于说呃 发生气爆 索性最后 只有店内一名被料员工 遭到轻危烧烫伤 送往医院治疗 没有大碍 至于气爆原因 要由消防局鉴定调查 记者许志谦 新竹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